89.5 嘉義家樂電台FM92.3 高雄快樂電台FM97.5 澎湖風聲FM91.3 都可以收聽到我們的節目喔 沒錯 是的 那另外呢 也可以上我們的快樂聯網的官網 還有臉書 看直播 就可以看到婷婷跟沛華喔 沒錯 是 那如果其實現在有在看影片的人 應該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兩個 為什麼要這麼的 這麼的開啊 而且我跟你講 其實已經露餡了 因為有一個白白的臉 一直在那邊東沾西 一直偷漢子 就是 自己玩笑的很好 沒錯 就是我們仙女啊 紅顏肉媽 嗨 我們一起聊聊朋友 大家阿嬤大家好 你知道剛才你真的露餡 就是有一個 好像要給人家驚喜 對 就是有的時候上漫步 然後一直在那邊 你一直在偷 沒有 有沒有有一種就是 欸到我了嗎 到我了嗎 你身邊只在偷看偷喵有沒有 下次從門口走進來好了 可以喔 我都可以 看你要偷喵 沒問題沒問題 只要阿嬤開口 我們都為你服務到 你說好我們都好 沒錯沒錯 是喔 因為呢 因為昨天呢 阿嬤也是坐在這個位置 是的 然後結果中間到了12分的時候 突然來了一個 哇 哇神秘嘉賓耶 居然是Vino 對 所以阿嬤也不開心啦 不會不會不會 所以大家如果有準時收聽 跟收看我們臉書上的直播的 那個那一天就比你我 是 那你 說不定又會 是不是覺得說等一下又有什麼神秘嘉賓 又有遲到呢 誒 有嗎 我就是那個神秘嘉賓 哈哈哈哈 好那 好記得主題 好 我們開始吧 哈哈哈哈 直接那個打斷你講話 吵死了 真是的 沒有啦 其實我們還是要聊一下 因為其實這幾天 也不是這幾天 嗯 已經進行好幾個月了 那這幾天其實也是 我覺得也是越演越烈 就是越來越誇張的狀態 是 就是我們香港的反送中 沒錯 對 我們講的誇張 不是說港民 港人的行為誇張 是在講 港警 港警 對於港民的 動 行為誇張 沒錯 其實我覺得應該講是整個香港政府 嗯 對 港府啦 那應該講說香港 港府的誇張行徑 對待港民的這樣子暴力 對 然後 不人道 對 的方式 那當然他的背後大家都知道一定是誰嘛 對啊 對啊 就是北京政府嘛 習近平啊 表面上假裝是 一國兩制 嗯 但實際上其實根本沒有兩制這件事情 其實你知道嗎 在 呃 在 那個 之前港府不是有通過了一個蒙面法 是 對 然後就是說香港民眾除了感冒 非必 非得一定要戴口罩的情況下 嗯 可能要通巴比頓跟老師講你感冒我幹嘛 那剩下的好像就是你通通一律不能戴口罩啊 然後當然遊行也不能戴嘛 沒錯 那 後來呢就是有被說是違反香港的憲法 對 沒錯 都違憲了 嗯 然後說不可以制定這樣子的一個一個 一個法 蒙面法法條嘛 嗯 好那這時候呢我們現在都在講說香港是中國一直標榜著說他們叫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沒錯 那怎麼是真的有一國兩制嗎 剛剛講到說蒙面法在違憲 對 那違憲呢 結果當然就是對我們法治國家來講 嗯 憲法是最高的位階 沒錯 所以你的法律是不能越過憲法的權限 沒錯 是 好那如果說越過他就是不予採納嘛 對啊 他就是不能實行嘛 嗯 好那像這個蒙面法是違憲的嘛 對 那對我們來講就是他就是不能使用這蒙面法 嗯 好那但是呢 港澳辦事處 是 就是北京的港澳辦事處呢 居然說 嗯 這個呢 呃就是如果是違憲的話 齁要取消這個蒙面法 必須要通過人大才可以 嗯 就是要回到中國的人大 他們的表決 覺得說這蒙面法是不是違憲 那是不是不可以實施 嗯 那 欸這哪叫一國兩制啊 欸其實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欸 如果你今天是一國兩制 嗯 香港的憲法 那就是他們的法制啊 對啊 對啊 那為什麼他們明就已經違反他們的憲法了 還必須要通過你另外一個法制 嗯 這等於是 這等於是 這就是兩件事情欸 就是港澳辦事處就直接說話說 嗯 呃蒙面法到底有沒有違憲 誰說的算 是 人大說的算 就是北京政府說的算 所以呢 真的有一國兩制嗎 其實這叫做真正的一國一制 對啊我覺得這其實非常的明白 他也 我應該這樣講啦 我覺得中國用他的行動去證明給大家看 沒有一國兩制這件事情喔 是 你誤會有點大 身體很誠實 沒錯 沒錯 所以咧 所以在呃 我覺得講到香港這個部分啊 就先講說 到底有沒有一國兩制 其實是嘴巴上口頭上說說而已 完全沒有一國兩制 就包含這麼違憲的蒙面法 居然是要人大同意 或人大通過人大講了什麼 他才有 他才有可能譬如說取消啦 或者是決定這個蒙面法到底要不要留 所以其實就是 香港的憲法只是參考用啦 就是不管你發生什麼事情 對 最後還是要送回去 送到人大去啦 因為是香港並沒有辦法做決定的 他們的憲法就是等於沒有用 是這樣子 對啊 那騙人的啦 對啊 那不要說啦 而且你知道其實 沒有什麼一國兩制啦 自從他們搬出就是蒙面法這件事情啊 對 香港的警察啊 他們就會在路上 真的是無差別的 我只要看到任何 也不是刻意蒙面喔 只要穿就是連黑色衣服的 你穿黑色衣服的都不行 對 你只要穿黑色衣服 不管你是上半身黑還是全身黑 反正你只要有黑色衣服 或是你長太黑 沒有啦 那我不能去 你要小心 我很危險喔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 就是穿黑色衣服的 就是你在路上走 對 都會被抓走 或是被盤問 沒錯 或是說你為什麼在這 你在這幹嘛 然後你只要稍微就是疑問了一下 覺得 你為什麼要問我 我只是就是可能我家樓下我下來 而且穿著睡衣幹嘛而已 對 他就會直接被攻擊 你只要有一點點遲疑 就會被人家當成好像你要做什麼壞事一樣 對 你知道不知道你們之前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影片 他其實就是 他在他家樓下 買宵夜是不是 對 然後其實他 因為他其實是跟他 我記得跟他弟弟 反正他們是有兩個人 嗯 姐弟 對 姐弟 然後回到他們家樓下 嗯 他們連他們的管理員啊 什麼大家都 就一致證明他就是住在這一棟 他們的警察堅持不理他們 嗯 還跟他們說你們不要講話 對啊 跟你們無關 他就是堅持要把他們的姐弟給抓走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香港政府到目前為止處理反送中的 其實真的 全世界各國應該都給他們最好的建議 嗯 其實就是你 傾聽港民港人的聲音 沒錯 很真誠的對待他們的訴求 對 好好的進行溝通 其實這會是最好的解決方式 但是 他們到目前為止其實仍然就是非常強硬 然後甚至把香港民眾貼上暴徒的標籤 嗯 那到目前為止之前呃有中大 對 香港中文大學 然後到現在的理工大學 對理工大學 所以呃我覺得 而且甚至其實呃我們之前前 呃昨天還前天吧 還有我們公視的記者 對 其實也有被他們 應該說他不是公視的記者 他是 他是公視跟香港的特約的記者 嗯 那但是呢 他是香港人 但是重點是他是記者 對 他還是一樣照抓 那之前前兩天的另外一個呃網路上的一個畫面 嗯 跟影片嘛 是 他們現在是直接都抓醫護人員 嗯 對 為什麼抓醫護人員 他們把所有醫護人員抓起來 然後手都反綁反扣 嗯 然後用那種書籤來把他綁在後面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讓這些醫護人員去 醫護人員就是要救人嘛 嗯 如果有受傷他們要當下趕快去呃 譬如說幫他止血啊 急救啊 急救啊 先幫他們包紮啊 對 但是他居然是把所有的這些醫護人員反綁 然後不讓他們去救援 這就跟 不讓他們去協助港民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就跟之前 呃他們攻擊那個中文大學的時候啊 他們長官在外面就直接下令說 叫他們開槍的時候直接對著 頭部 他們的頭部攻擊 打頭真的 打頭真的 對打頭就是置於死地 他是直接要把這些學生 欸他們只是學生欸 要對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 直接置他們於死地欸 我覺得就是 太不人道了 沒錯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人道 嗯 而且我覺得這個最 呃 這個香港的反送送的狀況 其實全世界大家都聲援 對 那全世界大家都一直在 支持香港撐香港嘛 嗯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香港這件事情是真的 嗯 嗯 然後另外身邊的另外一個朋友就跟他講說 欸我家就是公司嘛 開公司 那我贊助你去香港的機票 是 那個對方就不講話啊 他不敢去 不是假的嗎 他可以去看看觀摩一下啊 對啊你可以直接到那邊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啊 對啊 對啊 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是 嗯 資訊都這麼發達了 香港學生 嗯 是 是 是針對香港學生增加名額 哦 讓他們可以申請來台灣 對 讓他們來申請台灣唸書 唸書 其實在這很多層面上其實就是 聲援香港有非常多的方式 嗯 那當然那是 呃 那個 那個香港是中國內政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用非常多的方式 包含說我們開放 比較多的名額 讓香港的學生 是 讓他們能夠來台灣唸書 對 是享有一個法治民主自由的一個學術 嗯 讓他們來台灣自由的學習嘛 我覺得這是一個部分嘛 對 那就像 欸之前那個像 美 美國通過了 是美國嗎 我記得是美國 沒錯 美國參議院那邊 美國通過了 參議院通過了香港人權法案 對 其實各國都有在支持啦 而且你知道其實美國是他們快速通過 因為 沒錯 就是因為最近的那個香港狀況 時間太嚴重 對 太嚴重了 所以他們是非常快速的去通過這個法案 對 而且聽說 耿爽很不爽 對 耿爽又不爽了 耿爽是誰呢 就是國台辦的發言人 他很爽不爽欸 就是 情緒管理好像不是很好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很好笑的是 他每次不爽 他每次不爽講出來的話 欸跟之前好像都一樣 就是差不多都是攻擊那幾個點而已 對 你不要感受我們的國政 對 沒錯 但是我覺得 在裡面 我想說 你哪隻眼睛是看到有這個訊息啊 我覺得那個 港警蠻像恐怖份子的 對 對 那這樣子確實是有 我是說真的他們看起來真的很像 對 只要有在網路上看過影片的人 太殘暴了 我覺得不管是看過一隻或是兩隻 太殘暴了 因為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你看到你就會覺得這港警真的蠻像恐怖份子的 真的 對阿 看到你就會想躲開 所以阿 就像禮拜天的那一場 我們 呃 就是有民間發起的 撐香港的一個音 在我們自由廣場那邊 對 在自由廣場那邊 其實那個撐香港這個音樂會 其實現場 非常非常都把整個自由廣場都擠爆了 對 全部都是年輕朋友 嗯 全部都是年輕人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尤其是台灣跟香港 嗯 第一個距離很近 對 第二個 呃 中國 就是那時候回歸 把香港回歸的時候 嗯 對 然後現在中國又非常想要併吞台灣 對 然後甚至也講出說 一國兩制 叫我們看看香港是多麼美好啊 嗯 屁 拜託 就在這幾天 是從香港那邊流出來的一個 隱陰黨 嗯 沒有隱就是陰黨而已 對 那個陰黨 是香港人 他向台灣人民呼籲說 絕對絕對不要相信中共 沒錯 是假的 沒有所謂的一國兩制 這句話 這句話好像某人的 碩士論文有寫過那個 那個 相同的啊 是誰 當然就是韓國瑜 嗯 總統現在要叫候選人 是 因為他們已經登記了嘛 對 韓國瑜候選人曾經寫過 嗯 但是現在他對於中共的方式 態度 對 完全是不一樣 完全是親中 沒有 完全是淺共 只要講到中國 或你看光講到香港 嗯 他基本上是不太吭聲的耶 就是能不表態就不表態了啦 對 有啦他之前講了啦 但那個就是大方向而已 對啊 你我都會講的那個表面話 或者是那個啊 和平協議啊 嗯 對啊 他好像其實這些話題被問過很多次 嗯 但我說真的 從來沒有真的看到我們韓國瑜的候選人 他真的認真回答過這幾個問題 嗯 那也許可能我們沒看到 如果說我們聽眾朋友 或是網路上的朋友 有這影片的話 拜託找出來給我們 貼在下面留言處 我們是真的很想知道他的 就是他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沒錯 要表態出來 嗯 所以我覺得一個政黨你 就是判 包括說他的候選人 嗯 總統候選人曾經講過什麼的話 其實都要被檢視之外 我們等一下也會談到他們不分區 對 就包含說你看 他們的葉玉蘭 嗯 葉玉蘭那個警大教授 挺港警的 那時候是 在第一時間在節目 他就是挺港警的耶 沒錯 嗯 他說學生又怎麼樣 學生就可以怎麼樣嗎 香港 當然我知道他是警察 嗯 出身的 是 他覺得 警察也會受傷 嗯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要站警察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是 但是我覺得你不可以把學生 或說 抹黑成 他們就是 報名 害警察怎麼樣 欸 拜託 這些學生是被中國逼的 被警察逼的 而且他也沒做什麼事 應該這樣講啦 這件事 警察就是攻擊他們 嗯 對 你不可以只看果是什麼 對 但他的前面的因是什麼 沒錯 其實是 警察也是 就是 嗯 暴力啊 或者是警察 其實對於港 港民在抗議 也沒有在客氣啊 其實很多的影片你看得到是 警察先挑釁的 沒有錯啊 很多都是 對 所以我覺得一個政黨 他對於不管是很多的事情 事情的事件或政策的看法 嗯 其實從很多面向都可以知道 他們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沒錯 你看就像他們可以把 挺港警的 那個 立 呃 一位教授放在他們的 不分區域的名單之內 嗯 而且原本是第一名 甚至對於很多舔共 會覺得聲稱是 覺得中 台灣就是要 要被統一 是 或者是支持一國兩制的 是 都放在他們的名單之內 對啊 所以這種政黨能相信嗎 這個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回來再繼續聊這個話題 剛才在那裡 要保護自己的頭 跟阿嬤沸沸 不要受傷 最重要是 成立又好 千萬五湯五百種 如果五湯去一天堆喔 阿公 你很厲害 我等你這麼知道 快樂聯播王提醒您 地震時要冷靜 天氣越來越冷啊 夏天的衣服 可以準備收起來了 對啊 對 你們家的冷氣這麼好 蛤 冷氣也要收 當然啦 你知道嗎 冷氣不用的時候 也會撩電喔 所以夏天過 冷氣的中海關要記得 很奇怪 也可以算是清冷氣的地方 便利用電的更省喔 生電沒分過節 要就叫做就對了 有多少生電方法 今集 自由聯玩 很久不久了 以上說的 由經濟部聯玩局提供 師父 老豬不行啦 八戒 只要保持恒心毅力 一定可以到達天竺 阿彌陀佛 哎呀 師父 你的馬 喔 大師兄 師父別怕 我們有全球租車 喔 是何道理 全球租車提供商務接送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還有 叫車 旅車 修旅車 大發 中發 小發 絕對比師父的馬兒還要厲害 喔 有全球租車到西方取經也不難 全球租車公司 全球租車公司 零七八三一九零三七 八三一九零三七 八三一九零三七 我們的心臟會比較平靜 這裡可以自己免費來結合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媽 你又不記得關閉嘴 早上火要倒起來了 實在很危險的啦 快要快處理啦 好 好 好家在有到這個住宅用警報器 不然火真的倒起來就吃了啦 是啊 萬一如果會先火災 不只害到自己 還會害到別人 住宅用警報器 真的每一會都要倒啦 為了你使命財產的安全 請關閉嘴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消風氣在店 住不住都買得對喔 快樂電報王 關心你騎機安全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電報王 歡迎回到台灣辣烘烘 我是代班主持人佩話 我是婷婷 我們今天的來賓一樣是仙女阿虹 顏若芳 是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阿虹顏若芳 是 我覺得我們三個人的聲音音頻 都差很多 是不是你跟我們兩個差很多 其實 沒有 配話的聲音比較 比較 比較 高一點 那我的聲音呢 請問 就一般阿 沒什麼特色 對 一般 普普 我喜歡到一般的民眾就好了 對 然後聲音就是不太容易讓人家 平民啦 也是平民 不太容易讓人家認得出來 沒有特色 沒關係我不在意 請不要互相攻擊好嗎 我們要團結就會贏阿 是的 這個是要講一下 剛剛其實我們臉部上有人說 是那個 小西化的團結帽 沒有錯 就是 我要學那個 網美這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要這樣做一下 終於終於讓我用到了 恭喜你 恭喜恭喜 她想當網美啦 真的 可以吧 沒關係 先當空中情人就好 好 好 真的 你的生意可以 你生意就跟我一樣 沒錯 你是說現在的嗎 很有特色 沒有她說是之前 OKOK 她之前的生意不是現在的生意 職業傷害之前 現在是有點在罵人喔 哈哈哈哈 真的,好啦,我們回歸正題啦 嗯,對啊 我們剛剛其實下一趴就講到了那個 國民黨的不分區 沒錯,沒錯,是的 因為,呃,國民黨聽說明天要去不分區登記 登記了 是的,沒錯 那,一直,應該說當他們不分區名單被丟到 就是已經就一開始公布的時候 一出來的時候呢 什麼邱毅啊,葉玉蘭啊,吳思淮啊 那當然吳敦義就是他們自己主席嘛 沒錯 他想放哪隨便哪 對對對 好,那,他不在意啊 只有國民黨才在意到底他們的那個主席 要放第幾個好不好 真的,還讓吳哥哭 對啊 人才有夠委屈 對,全台灣所有的民眾都在意 說國民黨你怎麼會把這種幾桶的人放在 沒錯 你們不分區安全名單內 但,只有國民黨內部的人在argue說 主席吳敦義你怎麼可以放第八個 然後放第十個也不行 你要放第十四個 甚至現在說你連名單上面都不可以有 對,完全都不行有 對,這是重點嗎 對,這不是重點 對,這不是重點 好嗎 好,那雖然呢 邱毅現在就已經 已經自己退出了嘛 沒錯 但聽說邱毅呢 好像是什麼 現在又變成 聽說啦 嗯 說是 新黨不分區的第一名 蛤? 所以有可能 退了這邊,去了那邊 是不是 他本來就是那邊 對 他本來就是那邊 是是是 他跟葉玉蘭本來就是那邊 好,只是因為選不上 好,因為 所以就跑來這邊 因為新黨的宗旨就是統一啊 是 對啊,那統一這件事情 台灣統一這件事情 本來就在台灣的 呃,名義上面 本來就是 大家不接受的嘛 對 如果接受早就投他們 政黨票啦 沒錯 對啊,就不同 就不接受他們這樣的方式嘛 嗯 欸,可是其實我一直很 就是我有一個疑問 他這個名單一出來 就其實造成大家的 就是大法 然後他也 中間也修改過了 然後一直到現在 明天要去登記 沒有,被迫修改 對,可是重點是 他修完之後明天要去登記 我覺得這份名單 不管是修改前修改後的名單 他的宗旨都是一樣的啊 真的,換湯不換藥 就是像 吳思懷還是一樣在裡面嘛 對啊 而且他 欸,吳思懷是第四吧 對,安全名單 他跟葉宇蘭都是安全名單啦 對啊 葉宇蘭好像就從第一 跳下來第一變成誰 等一下我們來談 就是現在在網路上 好像是第二 曾明宗 是的 等一下我們談他很紅 不是因為他帥好不好 也不是他做很多事情 沒錯 都不是 好,我等一下再來談 然後 所以呢,你看 國民黨的名單呢 吳思懷 最近一直 就是被大家網路上狂傳嘛 他就去中國 而且不只上一集 是 他就上很多集 然後就是 中國的節目 嗯 然後我們昨天也有在談到就是 他上他節目說 我們的軍隊 對,而且是解放軍 沒錯 不要為他講的我們 是在講解放軍 對 所以他等於是 你就中國人 你就去嘛 對啊 我們 慢走不送 而且這點是他很常上他們的節目 對 然後去探討如何統一台灣這件事情 沒錯 然後呢,他回來台灣 他真的是覺得 網路 他真的是覺得 台灣的網路都跟中國一樣被封閉嗎 查不到嗎 覺得我們都看不到 我們不用翻牆喔 對,我們不用翻牆喔 是 我們還可以上Twitter喔 我們可以看全世界喔 我們還可以分享咧 對 厲害吧 他居然可以回來台灣就說 我愛中華民國 嗯 所以你愛的方式就是 教敵人如何打我們 沒有,他說 沒有沒有,教敵人如何統一我們 有些 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 我不知道有一個很久的電影 我猜你們 我們年代可能不太一樣 沒有,我應該也是聽我爸媽那時候講的啦 就是 曾經有時候講說 愛你愛到殺死你 但但這句話是不好的 嗯 就是太愛了 所以要把你消滅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太恐怖了吧 就是恐怖了吧 最無所謂是這樣嗎 太愛中華民國 愛到就是 要讓他消滅 你要毀滅你 好可怕喔 對 所以這樣子的人 你真的 要讓他進 我覺得這種人 讓他進去到 國會 嗯 如果他真的進去到 國防外交 嗯 我們就沒有機密這件事情了 完全沒有機密 太危險了 對啊,我覺得太可怕了 嗯 這就變成他是 就是中共代理人啊 哈哈 哈哈 根本不用修法啦 本人 總共代理人 就在立法院裡面啊 而且是他喔 是不是指他啊 所以呢 真的可怕欸 我覺得大家不要覺得 我們其實這樣笑笑的講 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真的認真思考的話 你會發現 這對台灣來講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真的 之後可能就沒有台灣 這兩個字喔 而且我覺得 就在國民黨嘛 這個名單確立要去登記的時候 嗯 我覺得跟台灣做 所有 呃 國防合作的 包含我們的 國艦國造 嗯 艦艇啊 潛水艇這些 全部有跟台灣合作 技術合作的 這些國家 對 他們會不會緊張 會 因為這些都是 極機密 中國最想要發展的軍事武器 其實就是 要抄襲這些 真的 民主先進國家的這些軍事 嗯 那 他們會不會緊張 會啊 那他們會不會因而這樣斷掉 跟我們的 那個合作呢 也是有可能 對啊 大家都會 都會緊張 那為什麼這幾年 這些國家願意跟台灣合作 台灣為什麼可以在 國際上很多國家願意聲援 是因為 我們得到他們的信任 尤其是美國 對 美國對於蔡英文總統 是非常非常的信任 嗯 所以 我會覺得說在 在這個 吳思淮如果 或葉玉蘭 他們是幾統的 嗯 就覺得說台灣只有兩條路 要嘛是武統 要嘛是合統 嗯 對 你要消滅中華民國 你怎麼可以講你愛中華民國 對啊 我相信3900多個退降 每一個都比你還要愛 沒錯 對啊 像我們昨天的那個來賓嘛 我們特別來賓 我們吳一農 吳一農 是他其實也講的 只要是當過賓兒 其實對於就是這件事情 他有覺得非常 沒辦法接受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就像那個館長 其實有在他的直播上面 是 痛罵這件事情啊 對 非常不能 館長也是當那個陸戰隊 對啊 他還是痛罵 所以我覺得說 在選舉快到了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就是 好像為了要選票 就開始講一些話 對 就是說啊我要挺香港 尤其是香港現在是非常多 台灣人不管是各個年齡層 尤其是年輕朋友 都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 沒錯 然後現在就超多人就在蹭啊 像韓國瑜就講到 我之前有講過啊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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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私下講的嗎 可能 我們沒有人看到 跟他朋友說一聲之類 可能喝了含有酒精成分的飲料之後 在腦袋裡想 OK 好 那那個的確是沒有那個影像啦 對 對 錄音檔我們不知道啦 對啊 那所以你看像 我覺得這樣子的不分區名單 代表了國民黨他們的想法 對 代表他們對於 不管是對於香港 或對於台灣的立場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都給大家去思考 這樣子的政黨 他真的是愛台灣 真的是愛中華民國嗎 對 沒錯 我自己為他打上一個問號 嗯 好 那剛剛講到說這些名單 他們明天要提出 再看看 他們的第一名 大家力勸他們退的這些無私館 聽說打死不退啦 反正我們就再看嘛 那好 那剛剛講到咧 他們的不分區第一名 通常 不分區第一名是 嗯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喔唷 能夠排第一 真的是 譬如說在 不容易啊 第一個不容易 第二個要不然就是他超級強 要不然就是他在那個 嗯 那個圈子有些譬如說 相關的領域人士 各個團體相關領域 是非常 非常頂階 專業 非常專業 是大家所幸福的一個 一個專業人士 沒錯 是 好他們的第一名是誰 本來從葉玉蘭變成誰 曾明中 呵呵呵 是 欸其實如果你的名字很像 對啊 欸黑話你這個笑真的是 就是不小心笑出來 是因為等一下這兩天其實看太多了 就是看太多了啦 欸如果真的有在看這兩天新聞的聽眾朋友啊 或是我們觀眾朋友就知道 配話剛剛到底在笑什麼 對 是不是 對啊 所以曾明中一直標榜自己是 呃 財經啊 專家 專家 而且他也擔任過那個嘛 經管會主委 沒錯 沒錯 那大家都知道說他前兩天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是 就在講說台商回台投資這件事情 嗯 齁說錢都沒進來他是騙人的 說呃台商回台投資是零 根本是我們懂得包裝 是 說資金沒有回來 嗯 但實際上是什麼呢 實際上是什麼呢 實際上應該說 你講台商回流 大家可能會誤以為說啊錢要搬回來台灣投資 是 沒有 投資有分很多方式 其實很多的呃台商他其實在台灣有母公司 嗯 那擴廠也算是 對 所以我覺得直接講一個好了啊 投資的方式你要看最終到底有沒有擴廠 有 嗯 實際有沒有擴廠 有嘛 那他有沒有在人有沒有在請 有 是 其實都有 那資金上面有沒有就是呃 譬如說他用貸款啊或者是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投資其實有分很多 就像你買房子一樣 嗯 買房子沒有人直接就是把 房價所有的 譬如說我買七千兩百萬的房子 我一次把現金頒給這個 房屋業者或者是這個建商 嗯 沒有啦這個已經有人幫我們示範啦 還需要貸款啦 還要貸款喔 對 當然對一般人沒有辦法去跟台北那個實驗喔 沒錯沒錯 他是用分批的 然後用各種方式 你可以跟銀行貸款借錢然後再還款 嗯 其實這也是投資 嗯 沒錯 對所以我覺得等一下我們可以用 王定宇委員在臉書上講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 一個例子 說明一下啦 說明投資的方式其實有非常多 所以 真名中他 惡意的 明知道說這個投資的方式有很多 不是把錢搬回來台灣才叫投資 對 這個方式有很多 所以 真名中的惡意我們等一下可以讓大家聽 進一段廣告之後我們可以讓大家 欸等一下是三十六還是三十二啊 三十二分 三十六分 沒關係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等一下回來再繼續 哈哈哈哈 謝謝 謝謝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這是一個最好的快樂的地方 它是一個最好的快樂的地方 你最真主要 我們很多怕 我們有一段廣告 你是一個最好的節奏 這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你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像快樂的電台 師父 老豬不行啦 八戒 只要保持恒心毅力 一定可以到達天主 阿彌陀佛 師父 你的馬 大師兄 師父 別怕 我們有全球租車 是何道理 全球租車提供商務接送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還有照車 禮車 休旅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絕對比師父的馬兒還要厲害 有全球租車到西方取經也不難 全球租車公司 07-831-9037 831-9037 媽 妳還沒記住我的媽媽 早上火要倒起來實在很危險 趕快處理 好 豬家在有到這個住宅用警報器 否則火真的倒起來就吃爛 是啊 萬一我先火災 不只放到自己 還會放到別人 住宅用警報器 真的是每一項都要倒 為到你使命災散的安全 請廣東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小風起宅住不住都買得對喔 快樂聯報王 關心你騎機的安全 這次是大便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到親情 需要 心情 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火象門 我們如果要睡前 念火象門 火象讓我們自己的完成 責助 大嫂 聽說大哥車禍 人還好吧 勞保補助的申請 我可以替你辦 不用麻煩了啦 我上次去醫院 有認識一家專業的管理顧問公司 可以幫忙申請 大嫂 那是勞農保黃牛 他們都是先假意幫忙申請 然後收取不合理的高額佣金喔 勞保局提醒您 勞保各項給付的情零手續簡便 勞工朋友自己辦理就可以了 有疑問可以直接打電話問勞保局 或到勞保局辦事出掐詢喔 以上廣告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提供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到我們台灣辣厚厚的節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婷婷 我是沛華 我是顏若芳 就是剛剛那個非常沒有時間關鍵的阿鴻 沒有時間關鍵 還好吧 好嚴重喔 我只是不小心記錯的時間而已好不好 真的喔 至少他沒有遲到啊 我沒遲到 我今天沒有啦 對對對 沒錯沒錯沒錯 只是遲到的不是我 昨天你不是有一下下嗎 還好好不好 一點點一點 你不要亂罵Wino 小心 農粉很多喔 我難敢呢 要結束了嗎 你們要結束了嗎 好我們又進廣告 這樣 沒有 因為吵架吵太兇了 好啦沒有啊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有講到 就是國民黨不分區的名單 第一名的真名中 是 對他就是 我覺得其實是 我看到我認為他是惡意扭曲 沒錯 因為他當過經管會的主委 你又是 就是自己認證 欸自己認證是嗎 而且我就不相信他真的不懂 對啊 你怎麼會不知道 就是 回台 投資 投資有很多種方式 是的 並不一定就是 金錢 流向而已 對 還有很多種的模式 我覺得那個投資啊 大家 我覺得 就是台商回流這個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講說 是 台商回來台灣投資 就是他可能也許本來想要去越南 本來想要去泰國投資 但是他把這個機會 就是把這個投資的地點回來台灣投資 那投資他有可能就是擴場啊 再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 或是增加很多不一樣 不一定是金錢的流向 沒錯 對這是正常的 如果你是一個財經專家 當過經管會主委的人 照理來說你應該要知道 而且你也沒道理不曉得 對啊 那所以我不懂他今天這是什麼意思 那我覺得我們先讓就是我們聽眾朋友可以先聽一段 他在就是質詢台上 不是他是質詢台 不是他是 他是那個經濟委員會的 對 財政委員會的那個 呃 他那算主 召集人 對在台上的 就主席 對他是主席 那主席當然就是 呃立委在質詢的時候啊 那如果官員不好要回答 他就要說 欸 控制現場的秩序 是 好那 因為呢 曾明中 應該說他先講錢 曾明中在之前尋答的時候 問我們的經濟部次長 是 就問他說 欸那 回來投資 喔應該說台商回流的資金 現在到底有多少錢已經回來了 嗯 他意思就是搬錢回來 是 然後結果那個 那個次長就有講說 目前沒有 但是 他就停 他就不讓他講了 他就不讓他講 是 因為他要解釋後面 其實後面有 更多的經濟效益 是要怎麼樣回來啊 類似像這樣 他不讓他講 嗯 然後呢 當然我們那個 余婉如 我們的民進黨不分區的立委 余婉如 就想要用他自己的質詢時間 讓大家更清楚 對 好 那我們就來聽聽 因為就是那時候 呃那個 立委在質詢 余婉如在質詢 然後曾明中是召集人 直接打斷 他直接說了什麼事 我們來聽一下現場的聲音 一個整個台商回台投資 他是一個 一個很大的結構性的一個這個變化 因為他有很大的一個這個 經營環境的改變 所以 我們所看到的部分 這次是一個很有結構性 而且是 屬於高階製造的回台 是 那所以我想再繼續請教 就是說 那到底在年底前 有個時間到 到底在年底前 市長麻煩你這個 你就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到底在年底前有多少錢 市長 你請下去 你請書面答誤 市長 書面答誤 市長來麻煩你 請講 請講 市長麻煩你講 講清楚 市長請下去 你就講清楚嘛 你就講清楚啊 為什麼民進黨不敢再講 你為什麼不讓人民知道真相是什麼 我該給市長回答時間 為什麼不可以回答 對 對 大家有聽到嗎 是 所以那個 曾明中 就是我們 女生的聲音是我們的余婉如委員 她就是直接在問她說 欸有什麼產業要回來投資 那 她正要問到說 年底到底 會有投資多少錢 要問到那個關鍵點的時候 她就馬上讓她咔掉 她就 就是利用她主席的身份 是 然後就是說 不准就是 欸 書面答覆 書面答覆 她不讓她 這也是她還威脅次長欸 而且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她不讓她講話嗎 因為立法院所有的麥克風 只要你講話 她都會流入音檔跟影音檔 沒錯 而且還有逐字稿 會有逐字稿 她會全部把它留下來 對 那如果你要用書面的話 她必須要回去整理啊 然後出來啊 其實那個比較慢 所以她就是第一個 不讓她回答 而且其實還有一個重點是 當她這樣用質詢的時候 是我們一般的民眾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這是公開的部分 那如果是書面質詢的話呢 民眾她沒有辦法 就直接去查 你必須是知道他們 欸 某一位委員 他可能用書面質詢的部分啊 對 你才有辦法去針對 這件事情 這個委員去 就是去查詢 嗯 對 所以啊 你看就是那個真名中 利用自己是 嗯 那個主席的身份 第一個 阻止立委 立委質詢 對 然後甚至不讓 次長發言 那不讓次長發言之外呢 大家不知道最後有沒有聽到 那個真名中呢 這位立法委員 他居然 國民黨立法委員 他居然威脅我們的事務官 威脅我們的官員說 說次長你敢講試試看 欸這是一個正常的質詢欸 質詢是什麼 就是民意代表必須要去質詢這些官員 然後讓民眾知道 所有事情的真相 真相 我覺得這太誇張了 嗯 我覺得你怎麼可以威脅官員說 你給我講 你敢講給我試試看 嗯 那欸 我覺得這就是 國民黨部分區第一名的真名中立法委員 他是這樣的素質嗎 嗯 你憑什麼威脅官員把事實講出來 你憑什麼剝奪民眾知情的權利 沒錯 而且你憑什麼剝奪其他立法委員質詢的時候 對 能夠讓官員回答 留下錄音檔 嗯 為什麼不可以 那就表示他其實怕被打臉 因為其實他明明知道 實際的狀況到底是什麼 對 他害怕 你怕了嗎 哈哈 沒有啦我覺得 像這樣子的立法委員 嗯 你明知道還惡意的把事實掩蓋 嗯 我覺得這是剛剛我們還原所有這個現場 他不讓民進黨的餘萬如委員 是讓我們聽眾朋友大家聽聽看 知道真相 那我覺得因為 投資這個部分其實大家會有點不太懂說 台商回來投資到底借款啊 到底投資方式是什麼 那錢到底有沒有回來 是 我覺得剛剛我們有講到說 王定宇委員用很簡單的一個舉例的方式 剛剛除了講說投資款啊 買房屋啊 你不可能一次就 資金都到位 沒錯 你可能是會貸款嘛 那你再用還款的方式嘛 對 那其他又另外一個 講便當更簡單的方式 故事 欸對我們可以讓佩華來講一下 這個一小則的故事 我們可以講一個小預言 是 就是呢 王定宇委員呢 他就舉例了今天小明去買了一個便當 而且他真的買了這個便當 後來呢就有一個專騙人家的專家 和一個睡到中午的庶民 一直跳著去問說 你有拿褲子口袋的錢嗎 你有拿嗎 一直不斷的逼他 一直逼問 小明這時候就要回答 他說欸沒有 但是 他準備要講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呢 這個專家 也就是那個專騙人家的專家 他就說話了 他說你不准說 好歹你說說看 你褲子裡面的錢是零元 小明你騙人 你根本沒有買便當 其實後面小明他要講的就是 我是拿上衣口袋裡面的錢去買便當的 沒錯 所以呢 所以呢 投資其實不是只有 口袋裡放錢 口袋裡的錢 才叫投資 嗯 他上衣裡口袋的錢 也是投資 沒錯 對 而且 你知道其實這個故事還有後半段 沒錯 所以他就是告訴你說 實際上就是有這個便當 嗯 那這個錢從哪裡來 他其實不是只有單一 就是把錢搬回來 還有各式各樣的投資 那這個故事的後半段是什麼勒 後來呢 這個專家就和庶民的親戚阿猴說 有啦 他是真的有買便當啦 而且我真的都有吃到餒 阿猴還有吃到小明的便當喔 嗯 結果呢 庶民跟專家他們兩個就是一直痛罵說 不可能 你褲子裡面的口袋沒有錢 就是零啊 你買的便當一定是假的 是詐欺 而且後來呢 這些庶民的粉絲就去痛罵阿猴了 對 大家應該很好奇阿猴是誰吧 沒錯 阿猴是誰呢 我們來聽一段 新北市的質詢現場 就知道阿猴到底是誰 是沒錯 新北招商千億 目前我們的成效如何 我看到10月份相關的報導來說 新北市目前廠商數23 投資金額2300億 已落實700億 創 將要達到6500個就業機會 這個數字是對的嗎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我已經達標了 一千空兩千 已經達標了 已經達標了 但是我覺得達標不是一個目的 達標只是一個基礎 我們要更往前走 因為最近台商回來的蠻多的 對 有38家的台商回流 他幾乎要給他投資2500幾 38家 38家 38家嘛 38家 要給他投資2500幾 其實有部分已經落實大概一千零二億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給精華局局長的標準是很高的 好還要更好 我們一直拚嘛 我們自己說達標妹妹什麼 都就是好好的在努力做 達到沒有達到什麼標準 我們要檢討 達到標準 我們鼓勵以外 更要往上走 所以提前達標 那創造的就位機會 會更高囉 當然啦 大概有 一萬個嗎 現在是 一萬多個了啦 一萬多個就位機會是不是 一萬多個就位機會 是 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大家有聽到了嗎 達標 清北市長侯友宜 他其實講得非常的明白跟清楚 光新北市 他 侯友宜還講說 他提前達標 已經超過一千億 有三十八家 也創造了 一萬多個工作的就業機會 嗯 所以 阿猴我覺得真的辛苦你了 對 因為他被 被那個 鑽片 鑽片 鑽片那個 睡到中午的庶民的粉絲 大肆的攻擊 甚至還說 下次不投 侯友宜 沒錯 我覺得不是說我們民進黨 他說 哎呦怎麼跑去幫侯友宜講話 沒有 我覺得這事實是在證明說 國民黨你真名中立法委員 你根本就是刻意的掩蓋事實 扭曲事實 扭曲事實 而且 國民黨自己執政的縣市 明明就有廠商回流 台商回流 對啊 甚至超過落實 而且他講的落實一千億了喔 沒錯 怎麼會是他講的零元呢 這不是抹黑什麼 才是抹黑 真的 是不是 而且還 我們家都提前達標了耶 對啊 絲實擺在眼前了耶 還是國民黨自己要先去跟他們的執政縣市的首長們喬一下 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 真的 對 要不然我真的很怕阿猴到時候會不會被剃除國民黨黨籍 因為像 像 韓國瑜總統候選人 國民黨候選人 就說要重啟核四 然後侯友宜說 沒有他不支持核四 對 因為沒地方放 對 不要放來新北市 其實我覺得說 很多事實就是事實 不要刻意的扭曲或掩蓋 那 很正 很實際的就是 侯友已經幫我們解釋完了 沒錯 確實有台商回來投資了 對啊 這是那個謠言澄清耶 對 幫我們澄清了 沒錯 我們有侯友宜來幫我們澄清 感謝他 所以咧 我覺得這種事情呢 真的 你明明是專家 對 自稱專家 曾經擔任經管會主委 沒錯 你也應該要是專家 那除非你之前當經管會主委 你再隨便亂做 嗯 因為你不懂 你就隨便亂做 還是馬英九的633跳票都是你害的 喔 喔 找到真兇了 呵呵 抓到啊 沒有我覺得這樣子的 呃 立法委員的素質 第一個你威脅官員 不讓官員講實話 對 沒錯 第二個你惡意的扭曲掩蓋事實 對 這是立法委員該做的嗎 嗯 然後我覺得第三個 就是事實就是台商回流 對 上衣口袋裡的錢 都是錢 好嗎 沒有錯 對 是啊 我覺得就是讓我們的聽眾朋友 大家知道 也好好的想一下 這樣子的不分區名單 這樣子的人 這樣子素質的人 真的適合當立委 沒錯 而且不是我們講而已 嗯 聽說好像國際都認證就是 不管是美中貿易戰上面 是 台灣是不是受惠 確實是受惠 這連中國時報都 對 連中國時報自己都說 台灣是有受惠 對啊 那回台投資這件事情呢 好像我記得我今天看到了那個 新聞有說 好像彭博 有認證喔 沒錯 彭博有認證 說這造成我們的經濟效益 跟那個 應該說可以造成經濟效益上面 是有一兆欸 對啊 他說的是台商承諾 反台投資的金額 大約有達到新台幣1.2兆元 對 這是彭博說的 對 這不是我們說的唷 而且我記得聯合國也有講到說 在美中貿易戰上面 那台商回來台灣投資的這一塊 其實也都是事實 對 因為他有說在今年 就台灣在今年的上半年 光是上半年而已喔 對美國的出口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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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起來 回家撿出來 撿出來 repeat 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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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他比去年同期啊 還增加了42億的美元 沒有錯 所以呢 不是民進黨 不是蔡英文總統 如他們所說的 是 就是騙人欺騙 我們沒有欺騙 我們這還是得到國際認證 難道聯合國會幫民進黨欺騙大家嗎 真的 而且你難道要說聯合國在卡汗嗎 我覺得應該是 這可能比較合你啦是不是 說不定明天就出現了啦 聯合國卡汗 蓬勃卡汗啦 欸可是我比較好奇 那個韓粉有辦法就是去 出征 對出征到那邊去嗎 他可能就去 太遠了是不是 冠爆聯合國的網頁吧 韓粉 那我們需要幫他找網頁嗎 不要讓他們自己找 我相信 好的好的 讓他們學會數位化的腦袋 沒錯 OKOK 沒有問題 這很重要 是啊 剛剛其實這個就是解釋給大家 其實台商回來台灣投資 他字面上可能講的真的 很多如果沒有在投資人 他也許真的沒有那麼清楚的知道 投資的方式其實非常多種 是 沒錯 我們用非常簡單的便當的方式 來告訴大家 口袋裡的錢 跟 褲子口袋的錢 跟上衣口袋的錢 一樣都是錢 都是錢 都買得到便當 沒有錯 我們最終目標就是要買便當 吃便當 沒錯 沒錯 所以大家其實真的要認真想清楚 我們1月11號 投票 沒錯 到底要投給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政黨 嗯 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 就是第一名是這樣子的人 那後面 除了第一名 後面還有非常非常多 極統的人 要消滅中華民國的人 這樣的人真的適合擔任台灣 應該說是擔任台灣的立委 然後進入我們的國會嗎 對 沒錯 我覺得這很可怕欸 沒錯我覺得太可怕了 我覺得 這是大家 呃 必須要去思考的 嗯 當你蓋下那張政黨票的時候 當你蓋下 那一個印章 投票的印章的時候 是 蓋下去 他就不能回頭了 對 因為你在蓋另外一個他就是廢票 沒錯 好所以你蓋下去那一張 那之前 拜託大家請先好好思考 好好思考 真的 因為有些人就會說 啊誰當總統都一樣 嗯 真的一樣嗎 如果說當你 投下去 誰當總統都一樣的時候 這個人是覺得可以把台灣賣掉 那未來台灣就變成 中國的一部分的時候 會有多可怕呢 因為你所賺的錢 都是別人的 在別人名下 沒錯 其實不是只有總統 立委也很重要 沒錯 因為如果你今天 立委沒有過半的話 就反而是 想要切和平協議的人過半 嗯 那台灣就被賣掉了 沒錯 對所以就會變成你的房子 不是你的房子 你的車子不是你的車子 還是你的孩子 還是你的孩子 沒有啦 還是孩子 就是你所有這輩子 辛苦所賺的錢 都在別人名下 嗯 如果你覺得你願意的話 那來一點告訴我們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還不錯 我會把我的戶頭告訴你 不錯 對 你可以給我 我們可以來留言一下 嗯 所以我覺得這思考一下 不是說 誰當總統都一樣 總統誰當不一樣 超差很多 誰可以幫你互主權 太快了吧 虛擁 Puis 好ّ那我們利用最後一點的時間 來講一下 我們的 謠言派行榜 靠 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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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是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要講的傳言 就是現在line上面又有人在瘋傳說 小學三年級就有人在教 klein atoms 他們應該要怎麼用保險套 欸?那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呢,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文章上面他還會附上兩張學生的照片 然後強調說,欸是真的有這件事情喔 他們真的在教人家用怎麼保險套的使用方式 但是經我們查實之後呢 他其實是挪用一個宜蘭一所國中的網頁 然後裡面的學生確實是學生 只是他們是國中生了 不是小學生 對,完全不是 國中其實本來就是要有正確的觀念 沒錯 對,那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啦 沒有錯 但是你不要一話揭幕 然後看圖說故事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欸有小學生教這個,這什麼 欸,這個照片是亂貼的 他是國中生 所以請大家 呃,如果有看到這一則的假訊息的話 拜託,你要告訴他 國小根本沒有教這個 拜託 不一樣 不是國小,是國中生 沒有錯 沒有錯 嗯 好喔,那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明天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聽我們的台灣辣豪豪 掰掰 再見 我們謝謝